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真妈 今天视频内容是一只春季真质感穿搭分享 继续帮助大家拓宽丰富品牌裤 很适合收藏的一期五光 这套的真质上衣跟白色牛仔裤 都是来自一个很年轻的品牌 Osmos 去年才成立吧 然后也走了我们的上海时装周 是我近期内比较关注的这么一个牌子 我很喜欢这只真质的hoodie 尤其是把帽子戴起来的时候 整件衣服呈现出的形态我觉得很到位 Osmos的真质做得非常的细腻 乍一看就像蕾丝一样 从面料到设计都做得非常的有趣味 很有专注力的这么一个年轻品牌 我觉得他们很多单品都很吸引人 属于那种跟姐妹聚会拍照会非常抓眼球的那种 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说回我们的穿搭 那这个季节呢伦敦还是有点冷 所以披肩带衣保暖 我用了不太会出色的这个配色组合 粉色驼色白色 这是一个很经典并且非常耐看的组合 如果你选择像这样饱和度低一点的粉色系 搭配棕色系 那他们俩在一起基本上不太会出错 这条白色牛仔裤啊也是一个粉色和白色的组合 虽然寄过来说我本号是大了一点 但穿上还是很帅 这条腰带是我最近在Isabelle Mahon买的 我觉得质感也非常的好 棕色腰带和鞋的颜色彼此呼应一下 那注意啊我这里腰带的五金 鞋的五金还有包的五金全部都是银色 包括我搭配的配饰 那如果你对穿搭比较讲究呢 身上所有部分的五金全部统一成银色或者金色的话 这样视觉上看起来会更整洁一点 更加的干净 也会给人一种印象 就是你这个人比较用心细致 那这只look里面我用的包是一只果冻感的粉色小可爱 掰发的啊 那我之前在我的爱用包合计里面有分享过 但分享之后好像就没怎么再出过场 今天终于用上了 仔细听能听到外面铁路的声音 我最近都一直在忙着就是换房子啊 然后处理或者提升一些设备啊 然后包括也给我自己更多一些输入 才能为你们做一些更好 更值得你们看的输出 今年我也希望我的频道可以在 无论是内容还是拍摄条件跟水平上的 都在上一个台阶 因为你们既然舍得花时间来看 那我一定要让这个时间值得花对吧 因为是春天嘛 所以我们再用一套粉色调 保持这条裤子跟腰带不便 那顺便说一句像这样白色的阔腿长裤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搭配 有气场又比较经典的单品 那在第二套穿搭里面我就还用这条裤子 一一多穿啊 然后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有点类似 但是呢风格又完全不一样的穿法 那这一套整体的颜色要比刚才那一套要张狂一点 这一套穿搭整体的配色会更加的有活力大胆 包括这一套我用的这一件春天的毛衣呢 比较定基调的这么一件颜色也更加的张狂一点 是一件来自三层三手的Polo Neck Jumper 我的发音也许不标准啊 这是一个丹麦的品牌 1993年诞生于哥本哈根 他们有很多有点小时髦 但又不夸张适合通勤的单品 秋冬也会出很多适合搭配的毛衣 或者各式针之类的单品 按他们自己的介绍呢 就是有一点点街头感的Scandinavian Style 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个品牌 那在这套穿搭里面呢 定基调的颜色已经这么风 那我其他颜色也用的非常的大胆 那靴子我就用了这么一双Western Cowboy Boot 非常明亮的这么一个颜色 但是呢它露出的面积并不大 因为我用裤子盖住它 就整体看起来不会太夸张 包呢我也用了一个明艳的颜色 紫色的一只Bottega 你可以把毛衣这样完全的扣住 也可以解开露出里面的项链 虽然用了三个比较风的颜色 但整体因为有大面积的浅色去压制它们 所以呢就还在掌控范围内 下面这套造型呢 我用了两个做毛衣的品牌 一个是Andota 还有一个是Extreme Cashmere 那Andota是一个有着浓浓的苏格兰相愁 很留恋过去 但似乎又跟得上时代的这么一个毛衣品牌 这个描述听起来有点抽象啊 但是我接触到这个牌子之后呢 还真的就是有这个感受 我觉得毛线啊它是一种有温度的 复古的怀旧的材质 Andota这个牌子呢就很好地展现了这一点 它们的毛衣用的这个羊毛和羊绒 都是产自苏格兰 那苏格兰羊毛 大家应该知道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吧 那这个品牌呢本身不大 然后它的一些合作工艺商呢 也是一些比较小型的 Interpendent Business 这种企业模式呢 在生产上也往往比较注意 也能够去注意时尚的可持续吧 那Andota呢 它们还有一个服务 就比方说你很喜欢一件毛衣 但是你穿久了有磨损 但你很想一直拥有它 保存它 那你可以找个品牌 然后花点钱 让它们帮你修复 那P在外面的这一件呢 是来自Extreme Cashmere 它是一个2016年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立的 专门做高品质羊绒的 这么一个品牌 整体风格是比较极简 然后还是我看来是有一定品质的 它们袖子上都会缝一个这个 它们的每件产品都是一个军马 就只有一个马子 那瘦的人穿起来会比较的松垮 但是它们的版型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棒的 那这件我也给大家提过 也是我近期内非常喜欢的 这么一件羊绒的开衫 羊绒穿好的整个人 看起来会非常的温和 细腻有质感 那第四套look我用的也是这么一个 撞色的感觉 那用的是这一件来自 American Vintage的这么一个 针织感的打底 它们主打各式各样的基础款 然后舒适好穿 每个款式都有不同的颜色 供你选择 那这个牌子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慵懒午后的太阳 然后有一种休眠感 那像这种超薄的透气感 很强的这种针织感内搭呢 很适合过度季节 那我在这套里面是用了这么一个 非常明艳的蓝色 然后用它和棕色系去撞了一下 那这套呢整体来说比较帅 然后墨镜呢我配的是一副Celine的 那然后外套呢是这一件Anina Bean的 那春天也是一个非常适合 穿西装的季节 那我自己也是一个西装大户 那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的话 请在弹幕里扣1 我就给大家出一套西装穿搭 那我之前刚出道的时候 有出过一个西装的视频 但那日做的就比较糙 那我希望这次也可以做的稍微有点进步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戴慕里扣 那最后一套呢和针织没什么关系 但因为我刚收到 我就觉得挺好看的 也想放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上期视频我有出一个Fabric的专题 那这期呢也是他们的两件新衣服到了 就是牛仔 那春天我是非常喜欢穿牛仔的 那这身不是固定的一套啊 是要分开来上衣和裤子分开买的 短款牛仔上衣呢是一件很有魅力的单品 我觉得unisex 不偏不倚的帅气的刚刚好 那因为短款牛仔上衣很帅 那那一搭呢我偏偏选的是这一件 Cezanne的这么一件柔美的白色的这种衬衫 让浪漫跟帅气去碰 撞完呢再洒脱这一块结合起来 这件衣服呢春夏的时候里面 搭一件长的连衣裙呢 也会很飘逸 那这套裤子啊版型也是绝了 它非常的立体 那裤子本身的阔型啊就很有一股劲 导致人穿上之后也有这么一股劲 裤子是一个很阔腿的款式 基本上看不到你自己腿的线条 我在想夏天的时候穿这种裤子 可以上面配一件紧身很紧的 什么Hammerland啊那种白T恤 就会很酷 再骑个自行车帅渣了 包和鞋我用的都是黑色的皮质 包还是这一只Celine的Eva Bag 鞋呢我用的还是这一双那之前应该有拍过 那这双鞋如果你喜欢学院风的话 其实我还蛮推荐 它有一个白色 那这个牌色的东西做的比较低调细腻啊 很精致 它是贝斯在伦敦 但是产地都是意大利 整体来说是一双日常穿无负担 然后又很stylish的这么一双鞋 推荐给你们 OK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穿搭内容啦 那今天的五套look 12345 大家最喜欢或者觉得自己最适合哪一套呢 可以在留言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 我每次都会一条一条的看啊 那春天嘛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其实也是借着春天这个说法 给自己一个重新启动的这么一个契机 那每年春天其实我都会借着这个契机 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方方面面 那这几年我最大的感悟就是 我觉得重启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也最容易被说成大空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因为往往变的只是时节而不是我们自己 真正的重启和更新呢 如果你真的有想法去做它的话 它是可以开启于任何一个时间段的 不需要去配合季节时节 而且真正的重启呢 往往并不惊天动地 而是从一件身边的小事情 实打实地开始做起 这个开始的难度可能就占了50% 剩下50%是坚持做下去 那希望看我频道的每一位朋友呢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个很好的小小的开端 不管它是什么时间对吧 即使春天过去了还有夏天 夏天过去了还有秋天啊 好了那我不再说废话了 那我赶紧去剪今天的片子 下一支视频应该是大家久违的云旅行 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守在电视机前 不是电视机是电脑前 收集手机前 那大家也可以去不同的平台搜索 并且关注Gemma Snaps 上面都会有关于我的不同的内容 谢谢大家